银行又出新套路,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中招了 朋友们大家好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 你像手上有一点闲钱之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去银行里面存钱 认为这个银行是绝对的可以信任的 但是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 今天我就发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前几天我妈手头上转了一点钱 就是过了过完年转了一点钱 非要去银行里面存钱 我告诉她现在银行的利率是非常的低的 是一降再降 可以说真的是低到忽略不计 就你手头上那一点钱 还不如直接就留到自己手上花就可以了 可是我怎么说 我妈都是不听的 没有办法我是奥不过她 只好带着她去到银行里面 到银行附近之后 我一看旁边还有商业银行 也有国有银行 可是老太太还知道 非要存到国有银行里面 我说其实区别是不大的 不管是这个国有银行还是商业银行 现在的利率都是非常低的 最后我们也是进去了一家国有的银行 进去一问 工作人员就说 现在的存款利率是多少多少 是2点多 然后工作人员告诉我 就是两年的一个定期存款利率是2.1 可见这个利率到底是有多么的低 不过说既然来了 那我们就存吧 因为就是银行里面大中午 办业务的人是比较多 我就让我妈先去排队去叫号 我说我去外面有的事情需要处理 然后我妈就在那里开始排队办你 当我把我的事情给办完之后 然后再次回到银行之后 正好我妈也办业务办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男性的工作人员 拿了好几张单子过来说 让我妈来填一下 老太太之前也没有经历过这些 别说老太太 就算我们年轻人 也不一定懂这些弯弯绕 去过银行办理业务的人 可能都知道银行单子上面 写的那是密密麻麻的 就是那种小字 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 不认真看 绝对是看不明白的 只需要你去签字 按个手印等等 这时候我妈就问银行的一个工作人员 这个是什么单子 银行的工作人员说 你在这个单子下面 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有点疑问 我就走过去问工作人员 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说不是我妈刚才 把整个业务都已经办完了吗 为什么现在还有什么单子 还要签字按手印呢 我就拿着这 他给的这几张单子 就仔细看了看 那几张单子上面 仔细一看 上面都是写的什么 相关的一个理财产品 这时候我就有点生气 我就访问这个工作人员 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 这是我们要办的一个存款业务 这不都属于这个理财产品之类的吗 而且我们也没有要办理这个 当时你进来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的非常清楚 我们只办理这个存款 就把钱存起来就可以了 跟你们说的也是非常清楚 你现在怎么又拿出来这个理财产品 来让我们签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 得亏我是赶过来了 要不然老太太话 他也不懂 他也不明白 他直接签了字之后 那后果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工作人员就看我急了之后 旁边几个工作人员马上也都过来了 开始打这个原厂 说现在你既然已经办理完业务了 没有什么其他的业务办理了 如果说你不想办理这个 那你就可以直接走了 其实这些都是自愿的 我们也没有强迫 可能当时我也是被弃婚了 也没有再找他们继续理论这个事情 当我回来之后 我就把这个事情经过了 告诉了我一个同学 我这个同学也是在银行里面上班的 我就把来龙去卖的给他说了一遍 他说得亏你当时没有签 如果说你签了的话 你这个存款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理财产品 我们都知道这个理财产品肯定是有风险的 而且你到银行里面办理业务的时候 银行工作人员会告诉你 这个理财产品收益到底有多高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高收益背后都是面临着一个高风险 很有可能最后连本金都保不住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新闻 当我一听到这个话之后 我真的是越想越生气 我说我必须要投诉他们 只可惜当时是气昏了头 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所以说在这里也出个视频 提醒一下各位朋友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在银行办理存款办理业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提高警惕 如果说你是去存钱 你就告诉他们单纯的去存钱 不需要再做其他的任何相关的一个业务 有些人可能会拿出相关的一个东西让你签字 大家也必须要看清楚到底是什么 一定要慎重对待 在一些大城市里面相对来说还比较好一点 尤其是在一些县城里面 在一些小地方的一些银行 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去银行 然后办业务都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个套路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